哈囉大家好 今天很快跟大家介紹一下要去學長準備的裝備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身上藥物的裝備 第一個,我們準備長袖的排汗衣 這個排汗衣不要太厚 因為我們在最內層需要有排汗吸濕的效果 再來第二個,我們可以用內大吐 這個內大吐不一樣,比較排汗吸濕 不需要非常非常濃,因為滑雪之後是這樣的 所以裡面就是一層排汗衣 壓這個內大吐就可以 再來呢,如果你比較怕冷怎麼辦 我們準備一個這種帽地 只要是刷薄的就OK囉 因為滑雪之後很熱,但是如果上面比較冷的話 可以當成一個忠誠來一代 那接下來要準備什麼呢? 接下來要準備毛帽 毛帽我們在學長,要保護我們的耳朵 所以把毛帽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呢,我們可以把安全帽帶上去 安全帽套在毛帽外面 那這個安全帽我們特別幫你選擇 比較便宜的地塔門安全帽 這個就可以讓我們使用囉 再來呢,我們一定要有個脖維 記得脖維是做什麼的呢? 我們要把它套在脖子上 剛在學長的時候一定要把口皮遮住 口皮遮住 口皮就是剛才可以擋風、擋雪 接下來很重要的是我們的雪境 我們的雪境 我們的雪境一定要確實的能夠遮蔽光線 一定要雙層再戴上去的時候呢 鼻子這邊不能有空氣 鼻子不能有空氣 建議買好一點的雪境 有好一點的雪境可以保護你的眼睛 現在很多問題 我到底要不要買雪鞋 其實不需要齁 鞋子 我們只要用一般的登山鞋 記得它有基本的防水功能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在學長有專門的鞋子 所以我們在平常走過的時候可以用這種登山鞋 或者是女生有女靴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滑水通過的話 有幾個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就是護具 第一個是我們的腹膝 腹膝我們建議可以用排球腹膝 非常非常便宜 再來第二個 防摔褲 防摔褲不要花錢去買很貴的防摔褲 比方防摔墊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家庭就可以剪了喔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怎麼剪的話 我們在影片下方附上連結 你從網路電印就可以自己去剪裁 再來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玩水通過 我們可以買這樣子的護具組 但是其他都不要用 我們只要用它的護腕 護腕 護腕沒帶也沒關係 但是摔的時候要記得不用手撐地 如果你很怕手腕會受傷的話 護腕怎麼樣 再來 我們的手套 接著呢 我們的滑雪襪 這個滑雪襪跟燈菜襪不一樣喔 它是很長筒的 可能在一些地方特別做加強 讓我的鞋子襪不會往下好喔 所以這個滑雪襪很重要 那這些部分 都是我們要自備的部分 再來呢 有兩個部分我會建議自備的 第一個 是我們的滑雪褲 滑雪褲 滑雪褲 滑雪褲滑雪地數只要五千一張 大概售價在兩千塊到四千塊之間 這樣我們可以買 那葉子滑雪褲 這可以讓你玩得更安心 那當然如果你跟它買的話 水桶都可以出界喔 滑雪褲 滑雪褲也建議自己買 因為去買的話會比較好看 不是很建議迪卡龍 因為迪卡龍的 真的不是 防水系不太好 那淘寶這些也不太建議啦 我建議其實可以去買一個 像現在有一間雪具店有特賣 其他三千塊到五千塊就可以買得到喔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雪褲 也不想到五千塊就可以買得到喔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雪褲也不想到五千塊的話呢 也可以租 或者是如果你家裡有像這種 防水的外套 防水的外套 像這一天其實有很便宜 一千塊就有了 或兩千塊就有了 租借就可以了喔 那以上就是裝備的介紹 如果任何問題歡迎來問我